Hello,五年级的小朋友,大家早上 大家下午好,我是Juan老师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练习书 然后大家翻开这一面哦 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个 选择题1到20题还记得吗 这个选择题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continue question21 那么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就现在呢,一起来看一看 question21 我们要根据这个图画的情况呢,写出适当的答案 把你的答案写在指定的空位上 所以第一题,这位小男生问 我可以和你借你的这个词吗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图中的这一位小女生呢 她是很愿意借给她的朋友的 你注意看,她的手伸出去的同时 她也将指递给她的朋友,对不对 所以,所以她可以怎么说呢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假设你是这位女生的话 人家和你借尺啊,铅笔啊 你愿意借给人的话,你会说 好的,没有问题 所以通常我们会说好的,没有问题 在英文,我们可以把它写成sure 都好,no problem 好的,没有问题,我借给你 所以当你要把东西递给人的时候 不可以拿拿拿拿去,这样 不可以 我们呢,要有礼貌的说这一句 Here you are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 Here you are 这样子 来,大家请将A的答案填写下来哦 那么第二题 你注意看,这位女婿她背着一个背包 然后呢,你有没有注意看到她的手 有拿着地图 所以通常谁会这样子拿地图的呢 肯定是游客 那么她肯定呢,要问这个地方在哪里 所以呢,到底她去哪里呢 我们就要注意看一看 我们的另外一位女婿她回答的 有没有提起那个地方呢 你看她说 哦,说好的,没有问题 Walk down this route and turn right into Jalandhuta The red building on your right is the museum 有没有注意看到 她所说的是 museum 博物馆 所以也就是说这位游客 她要去的地方呢 不是什么shopping mall 不是什么其他的地方 水族馆什么 不是她要去的是博物馆 所以当她要问人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你要去博物馆 假设你就是这个游客 你要去博物馆 可是你不懂那一个路线 所以你要问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要有礼貌的 不可以直接说 喂,跟我讲 这个博物馆要这样去 不可以这样子的 人家不会告诉你的 我们必须要有礼貌的 问人家 Can you please 可以麻烦你告诉我 Can you please tell me 告诉我去博物馆的方向吗 所以那个方向就是要只走多远 然后要转左转右 这个我们称为the direction the direction to the 要去哪里呢 你有注意看到吗 这位女士她有说到的是museum 所以也就是说这位游客 她要去的就是museum 所以不可以写其他地方哦 不可以写shopping mall哦 所以这边我们要写的是museum 记得我们是问人家 要放问号 这个呢 是有礼貌的问法 Can you please tell me 那么至于第三题呢 这位小女生她问 How many colors make up our flag 到底我们的国旗 有多少个颜色组成呢 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的国旗 我们这个月亮和这个四角星星呢 是黄色 它的背景呢 是蓝色 那么至于线条 是黑白线条吗 不是 它是红白线条 OK 所以也就是说有蓝 有黄 有红 有白 总共呢 有四个颜色 所以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直接说 四颜色 我们要说的是 There are 就是指 总共在那个国旗上面 There are 四种颜色 虽然四种颜色不会多 但是在英文 只要你超过one 就是代表多了 所以我们要用 R咯 你的四 不要写成这种数字的四 因为我们在说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是读成for 所以你要写成f-o-u-r There are four colors 大家有没有将这三题都舔下来呢 那么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旁边的question 22 到底这个question 22是在说些什么呢 Read the procedure of making an omelet 就是这个是 做一个煎蛋 不是那种normal的煎蛋 Omelet呢 它里面是有那些ingredients的 有那些filling的 有那些馅料在里面的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follows 首先 ingredients 就是材料 我们要做这个omelet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还有two eggs 这个是八分之一 teaspoon of salt 就是非常少非常少的盐 只是调味 one teaspoon of butter two tablespoon of water a dash of pepper pepper就是辅加分 a dash呢 就是你们所说的sertubic 一小错 然后呢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cut of filling shut as shredded cheese finely chopped ham baby spinach 就是我们夹进去里面的那个馅料 可以是那个cheese ok 碎碎的那个cheese 然后那个ham ham就是那个火腿 但是不是整片的 是切成小小片小小片小小块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菜 baby spinach 所以first 所以first beet eggs water salt and pepper in a small bowl until blended 搅拌 ok 把这些材料 在一起搅拌 之后 heat butter in seven to ten inch non-stick omelet pan non-stick non-stick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不粘锅 就是指你开火 你放你的这个蛋下去呢 它不会粘那个锅底的 所以煎出来的那个蛋就会很美哦 or skillet over medium high heat 这个skillet呢 就是另外一种的 它的把手是长的 长长的那种平底锅 那么你要记得蛋是很快熟的 对不对 所以它有著名是 medium high heat 中火 ok 不可以是大火 中小火 until hot tilt pan to coat bottom 之后呢 pull in eggs mixture 这个 eggs mixture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first step的 将 eggs 这个水 salt还有pepper mix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我们称的 egg mixture mixture should set immediately at edge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从边边开始 然后呢 慢慢的 gently push cooked portion from edge towards the center ok 把它推到锅的中间 so that uncooked eggs can reach the hot pan surface 就是我们煎蛋的时候呢 会把它摇一圈 这样子 这样它的所有的面呢 都可以煎得到 continue cooking tilting pan and gently moving cooked portion as needed when top surface of egg has thickened and no visible liquid egg remain visible呢 就是看得到的 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就是好像 没有煮到很熟 所以当你是全熟的话呢 你看那个煎蛋 它是看不到那种透明的 之后 place filling on one side of the omelet fold omelet in half 就是omelet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真的是很成功的话 我们煎到的是这样圆圆的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将你的一半 ok 一半的味呢 放上filling 就是这些 可以是cheese啊 可以是ham啊 可以放onion也可以 onion tomato 然后potato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就把它对折 对折了之后呢 with a quick flip of the wrist turn pan and invert or slide omelet on plate serve immediately ok 一煎好 就要马上吃了 因为这种 要稍稍吃才好吃的 然后呢 它有说 这边的invert呢 来大家挂呼起来 写上去 它的意识是反转 这边的invert 是反转的意识 然后这边的note呢 它讲 you may invent your own feeling for the perfect omelet 不一定要跟着它的 你可以看你自己想要加什么下去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就是无限的 就是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 use one or more of your favorite food some classic omelet filling include shedded cheddar or gruerra cheese 就是他们都会放cheese 才好吃 shower cream diced ham cripps bacon sort mushroom bell peppers or tomatoes 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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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们就可以根据你们自己喜欢的来放 可能有些人喜欢放 喜欢放那个hot dog啊 有些人是喜欢吃什么 hemp bacon 有些不要onion 可以 你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下去 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做法 你可以跟着它的做法 但是呢 把它的这一个馅料呢 把它变成其他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根据这个procedures 我们来看一看 to make an omelet we need a little butter and sugar a pot and a pan 还是a little salt and pepper 所以你就要看回去上面的ingredients 看看你上面的ingredients 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哪些呢 找出来 a butter butter是有啊 有 它有说到butter 可是butter是搭配sugar 我们有说到sugar吗 在上面 没有 并没有sugar 有salt 有pepper 还有这些馅料 所以第一个错 a pot and a pan 要一个锅 一个煮汤的锅 还有一个煎鸡蛋的那个平底锅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第二个procedure 在这边它有说到的是 none stick omelet pan 或者是skillet skillet也是一种pan来的 所以在这边并没有说到要pot 所以第二个选择也是错 第三个选择a little salt and pepper 看一看有没有呢 是有的 你看你的左边的第二个点和右边的第二个点 是有说到的 要salt和pepper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是第三个才对 自己打勾 第三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b的 the filling of the omelet 这边的fillings呢 就是它的那个内线 它的馅料 can be beaten with egg water salt and pepper 还是include 包括这些 thicken as the omelet 都讲是它的filling了咯 我们看回去上面它的 这个ingredients这边 右边 有没有注意看到 右边的第三个点 它有说到 三分之一或者是有半杯的这一些filling 这些内线 它的馅料 所以馅料我们是要说出它有的这个食品 它有的这些材料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是第二个才对 是第二个 检查看 这支有没有打勾在正确的答案呢 最后你就必须将你的纸张 折一半 ok 这一面折一半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练习题 还有戏的 它问你 what is the main ingredient in making an omelet 最主要 最主要我们要做omelet 煎蛋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看回去前面 虽然呢 它有说到 它的材料有那么多 有egg 有sort 有butter 有water 有pepper 还有这些filling 但是你要想 你现在你要的是煎蛋 你如果没有蛋 你准备那么多材料 你做得扯同乐的吗 不扯同乐 所以我们要煎蛋 我们准备了这些 咪咪啦啦的材料 我们最主要的主节 才是那个蛋 就好像你要煮麵吃 你准备蛋 准备puff 都要你准备碎 你都没有面 你能煮吗 你也是不真的 所以在这边呢 虽然它给了那么多的材料 但是最主要的 ok 主节是谁 就是那个蛋 在这边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答案是 experts 我们不可以直接这样子说 大家跟着老师 这样完整的答案 可以先下去 我们的 main ingredient 最主要的材料 in-making and-double 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通常都可能 好 就是 这些 这些 只是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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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在煮的时候 我们的火 锅放上去我们的火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中间是它的中心点来的 我们要把它推向中间 我们的食材 我们的食材呢 才能够煮你的手 所以它在前面它有说到的 你要看的是第三个步骤 你注意看第三个步骤 Gently push cooked potions from edge toward the center 为什么呢 因此那个uncooked eggs 没有被煮到的那一个鸡蛋呢 它们才能够熟啊 如果你持续地把它放在边边的话 是煮不到的 can reach the hot pan surface 它们要热 它们才能够煮得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们从那个边边放下去的时候呢 慢慢往火的中间 回过去 是因为那个uncooked eggs can reach the hot pan surface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大家可以挂呼起来 在第三个step 可是我们要怎么写完整的呢 大家看回去我们的练习 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填写下去 Why do we have to put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这样子说 We have to push Potion 从它的边缘呢 从它的边缘呢 pon the center of the pan so that 因此呢 uncooked eggs can reach the hot pan surface 这个答案会稍微长一些哦 大家来讲 第一个答案 点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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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肯定 最近 等中 大学 都 大学 imper��니다 买乓乓乓乓乞 要不要在迷糊咯 为什么呢? 这个当铃就好像我们平时在家吃饭一样 每次慢慢一煮好,他就会叫大家来吃 来,快点! 我刚煮好了,大家一起来吃 趁热吃 为什么一直要趁热吃呢? 就因为呢 这个菜呢,他在热的地方就是这样煮起来 那时候吃的是最好吃的 冷却了之后是不好吃的 所以你看,很常 那些番菜冷却了之后呢 我们要下去吃的时候 慢慢会说,冷冷等等 我弄不热一下 比较好吃 所以和这个红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serve immediately 是因为他刚煮出来的时候呢 还在热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所以他的答案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the owner should be served immediately after cooking why 为什么 原因 because it is delicious 很好吃 when it is still hot 依然在很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吃是最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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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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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Siblings?Siblings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兄弟姐妹 自己的各个姐姐弟弟妹妹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Ronnie和Susan呢,他们其实是Brother and Sister 正确的答案是第三个 B的Risk Phrase,到底下面的哪一个句子呢 告诉你Susan and Ronnie took a rest Took a rest就是休息 所以她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Took a break 这个两个是同意出来的 Took a rest和Took a break呢,是同意出来的 两个都是代表休息的意义 List A,来看第三题的List A Before going to the pub, they ask for their parents' permission 都不需要问过,问过不停,可不可以出门 可不可以去才可以 Susan and Ronnie,他们是怎样呢? 可以用哪一个句子来说,来连接 让我们的句子是通顺 Archive her children,好心 We're grateful to Susan and Ronnie 还是Bought a hot drink for the boy 现在她说到的是Susan和Ronnie 两个,ok 所以从这边呢,刚刚我们的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知道,当他们看见那位小男生跌倒的时候 他们是有伤权去办法的,而不是视而不见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说 Susan and Ronnie are kind, father, children 是好心的小孩子 简直飞的第一句,我们要连接 接下来,the fourth parent 那位小男生的父母亲怎么样呢?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在我们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 They thank the sibling for landing a hand 感谢Susan和Ronnie的帮忙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她的父母亲 那位小男生的父母亲 We're grateful to Susan and Ronnie 最后,Susan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Susan bought a hot drink for the boy 有没有,刚刚老师和你们说的那个vending machine 自动贩卖 接下来我们看D的 What happened?发生了什么事情? When the boy was not steady on the kick scooter 当他在他的kick scooter那边的时候 就是他站上去玩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自己不稳固 OK?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是有停下来keep his balance 可是到最后他还是怎么样? 我们就要从第三段 大家看一看自己的第三段的第二句 他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小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从他的句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第三段的第二句 They saw the boy on the ground with his kick scooter beside him 他们看见那位小男生的 在地上 OK? 他整个人在地面上 然后他的kick scooter就在旁边 所以从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知道 这位小男生他在玩着kick scooter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了 如果他没有跌倒的话 他怎样整个人在地上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虽然他没有把那个跌倒那个词说出来 可是从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说 这个字幕后 which means he also want to see adequ 各种人在地面上 今次的手段 是 和其他的手段 ese 接受到 那这样子吗? 全体摆倒了 Fall是圆魂的字 现在我们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用Castent Collection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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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好了之后我们来看 1的 What does the phrase Landing a hand mean? 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Landing a hand的意思呢 就是去帮忙 去帮忙 去帮助其他人 所以 就是把它简单的说出来 就是这个句子 It means 去帮助某些人 去帮助我们轻微度 How 不一定是你认识的那个人 可以是不认识的 对不对 可以是一位老婆婆 一位老公公都可以 所以不确定那个人是谁 我们不能说他的名字 我们只能说 梦见人 Someone 就好像Susan跟Roney这样子 他们也不认识这位小男生 但是他们也是很乐意的去帮助他 所以我们就用Susanwan来代替 这样子 OK 大家起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片的理解文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片的理解文 我们来看最后一片的理解文 最初的理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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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写文 一曲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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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照片 一曲洗手术 一曲洗手术 所以你要出席这个奖务会,你就必须不要付费 Notes will be provided to enthunch learning Enthunch的意思呢就是加强 它的Notes教你怎样去加强你的这个learning 教你 整个短暂的意思是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please give your name to Mr Chen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除了第一个训练,我们还会有第二个训练 是在8.15分 在8.15分 I am Jim Dog, the secreta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他学与这个科学学会 这个秘书来发布这个通道 I am making an announcement for all year five people 给所有的五年级学生 The science society is organizing a talk 一个演讲,一个讲座会 Entitled How to increase your memory power 怎样去加强你的记忆 OK 就是好像不努力的 就是好像不努力的 On Tuesday,7 March at the school court It will start at half past two 就是要五两点半 二十半 Each people have to pay ten ringgit to attend the court A souvenir will be given to every participants 就是你出席,你觉得得到一个纪念品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Please give your name to Inzik Lokman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把你的名字表明 了解 避免满足 Tapping 所以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 announcement 来回答一下问题 我们来看看 课程二十四题的A The English Language Society The English Language Society made an announcement at 在早上八点十五分 will have a seminar at the auditorium 观众 一个会堂 这样子 will conduct a talk at the school court 所以 English Language Society 就是第一个的 announcement for所有的 year six people 从这一个 announcement 我们可以得出 他们将会举办一个 seminar 在那个 at the school auditorium 我们学校的一种晚的会堂 所以 正确的答案呢 true will have a seminar at the auditorium 第二个才会 第一个选择和第三个选择 都是属于 science society的科学学会的 而不是这个英文学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B的 another word for the word and punch in the announcement is and punch 就是加强 增强 ok 让你更变得更厉害 加强 所以 另外一个意思呢 我们可以说成的是 increase 增加increase notes will be provided to enfinch learning Do you agree the notes be given? 你同意要给这些notes吗? 要给这些笔记吗? 就是这些 seminar 他们的讲座会里面所说过的那些笔记 需要做成一本书给学生吗? 要啊 如果单单听 我们可能这边听了 我们来不及记录下来的话 我们会忘记 但是如果还有给notes的话呢 我们之后呢 我们或者结束了这场 seminar之后呢 我们要复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出这本notes来看 让我们自己 recore 或者是通过这个notes like practice里面的一些technic 这样子 所以 要给这个notes 是好的 Do you agree the notes be given? 你同意吗? 是同意的 是同意的 先可以学 yes 是的 I agree 我同意 为什么呢? because the notes 这些笔记呢 可以帮助那些学生 can help the pupils can help the pupils to 做什么事情 to improve 去加强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增加加强 他们对于英文这方面 可以是pronunciation 可以是grammar 也可以是这个vocable 有可能是writing也可以 所以他们的这个seminar 有提供这些notes呢 是好的 do you think many pupils will attend the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Society give a reason to support your answer 你要注意呀 这一个English Language Society 是for谁 正对给谁 year 6 通常到了六年级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学校准备 举办很多演讲讲座会 关于博语 华文 数学 科学 英文 为什么? 他的这些seminar 讲座会是 激励课程 是准备 是准备爽的吗? 准备 准备 为了收钱的吗? 不是 是因为 当你们上了六年级之后呢 在那之前 是有UPS 啊 不对? 所以为什么学校 会准备这么多seminar呢? 是希望学生 就是可以去探讨自己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记得更多 然后呢 所以这个UPS 啊呢 就是有100%的自信心 有那个信心 attend 就是你去准备考试的时候 你是觉得 嗯 我可以拿全A 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是他有UPS 啊的存在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很多U6的学生呢 将会参加 是因为 他们呢 可以通过这个seminar 来了解哪一个读书方式是对自己最好的 然后他们有那个时间 充分的去准备 那么他们去考试的时候呢 就不会 慌张 就不会觉得 蛤 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背道 这样子 还是我好像都没有记起来 这样子 对 如果是他有UPS 啊的话呢 我会说的是yes 我认为 我认为 很多学生 会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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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早做准备 prepare them 这边的them呢 指着的就是 veel six pupils you can prepare them to sit 我们要去考去 华语说是考 但是在英文 我们是用sit sit 坐在里面 to sit for the exam 来 去将v的答案 填写下去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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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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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能够加快我们的 加速我们新陈代谢 所以喝水也是很重要 所以一天我们至少要喝多少杯的水呢 We need to drink at least Egg glasses Egg glasses是什么 你要说完 Egg glasses of water 所以一定要记得喝多 来检查你们这个5T的答案 有错误的快点改正 那么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旁边 这个是一个flyers about a hypermarket sales flash market big saving 这个是什么 great call hypermarket 它在weekend sales周末的 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呢 它有特别的offer 所以有什么offer呢 就是这些它指定的了 有broccoli potatoes mixed vegetables golden 这个什么 pong fret golden pong fret prong red onions best buy best buy的意思就是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了 有这个是x easy storage box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它要我们list out什么东西呢 list three items shown in the flyer that can be cooked 这个flyer里面写出三种 它可以煮的食物 那么多哦 有这是什么 broccoli golden prong fret potatoes prong mixed vegetables breed onions 这些通通都可以煮啊 这些通通都可以煮 除了这些 还有旁边 旁边有这什么 best buy的那个区 有这个就是x 对不对 这个x 蛋 蛋可以煮吗 可以 蛋就是要煮的才能够吃啊 可是它下面给你的这个easy storage box呢 这个存东西的这个箱子能煮吗 是不能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写出任何的三个都可以 你可以写的是prong 写你自己喜欢吃的 写你自己喜欢吃的 potatoes 以及broccoli 这三个都必须要煮过了才能够去啊 对不对 所以总共有七个 自己写出任何的三个就可以了 那么完成这一面练习了之后呢 剩下的练习我们就下个星期才接下去哦 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此为止 剩下的练习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完成 我们下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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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